如果有關注澳洲新聞的朋友 都一定會知道 我們澳洲近來最熱來討論的問題 就是 YES 或 NO 我們逛街的時候 會見到很多商店 都貼著 YES 的標誌 也會收到很多政治宣傳傳單 就是叫我們投 YES 或投 NO 大家又知不知道這個簡單的 YES 或 NO 究竟背後有什麼含意呢? 對於我們澳洲的未來 又有什麼重要的影響呢? 我們澳洲總理Antony 就宣佈 將會在 10 月 14 日 星期六 舉行 ENERGENIOUS VOICE TO PARLIAMENT 也就是說原住民之聲的澳洲全民公投 為什麼這個公投會這麼大陣仗 這麼多人討論呢? 這個就是我們澳洲 24 年以來 第一次全民的公投 跟所有聯邦政府的選舉一樣 所有年滿 18 歲澳洲登記的選民 都需要投票 被稱為澳洲史上最大規模的選舉活動之一 究竟這個 ENERGENIOUS VOICE TO PARLIAMENT 也就是說原住民之聲的選舉 會怎樣影響我們澳洲呢? 為什麼這個選舉引起了這麼大的風浪呢? 我們今集視頻就會為大家揭曉這個神秘免沙 如果大家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相信都會對澳洲的歷史和制度和生活 是有一個更加深層次的了解的 大家好 我是澳洲Ellison老師 我的頻道是關於澳洲生活 澳洲理財和澳洲房產的 我是澳洲的房地產導師 澳洲的質疑律師 澳洲和香港的持牌地產中介代理 也是新書《澳洲樓打造財務自由》的作者 以下的內容純粹是我個人意見的分享 並不存在任何投資的建議 有關注我的頻道的朋友都知道 我今年五月份已經入籍成為澳洲公民了 即是說這次將會是我入籍以來第一次的投票 所以我都對於我這個一票非常認真的 我做了很多功課 現在就讓我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澳洲這個歷史上可謂最大規模的投票之一 究竟是怎樣 首先,什麼叫做原住民之星呢? 這次原住民之星的選舉 是為了澳洲一行憲法修改 雖然選舉的流程和澳洲傳統聯邦選舉一樣 投票日都是在星期六 而投票地點是在學校、教堂和社區禮堂等地方 但今次公投最特別的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一行異議的法律 就是修改憲法 通過建立Aboriginal和Torrah Street Islander之星 成形澳洲的原住居民 那你贊不贊成這個修改的憲法呢? 那跟之前的選舉不同 今次你不是在那個格格上 tick yes或tick no 而是你在今次的方格上 寫yes或tick no 第二個大家很關心的話題 就是這個原住民之星選舉的前世今生究竟是怎樣的呢? 那麼這個選舉的起因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很多年以來澳洲聯邦政府是很努力地改善澳洲原住民 即是澳洲土著人的生活情況 因此將讓原住民擁有對政策影響的發言權 視為一個縮小差距的方式 原因是包括很多方面的 例如我們澳洲上是有個被偷走的一代 The Stolen Generation 即是說原住民的兒童 在1910年至197年期間 因為政府的政策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庭 並且政府將這些決定合法化 導致創傷影響到下一代 以及之後原住民社會的孤立 而去到1901年至1958年期間 由於種族歧視的理念 實施了White Australia Policy 即是白澳政策 並且導致了對原住民和非歐裔的移民 有普遍歧視 直到今天 澳洲原住民的壽命、經濟狀況和教育水平 都是落於澳洲大多數人口 根據澳洲政府2020年發佈的Closing the Gap 即是縮小差距的報告顯示 在2015至2017年 原住民男性的預期壽命 是71.6歲 而比非原住民的男性 是短8.6歲 而原住民女性的預期壽命 是75.6歲 比非原住女性短7.8歲 過去種種的歷史 都令到原住居民處 對於一個困難的境地 與此同時 澳洲也在改善原住民福祉上 付出了不少努力 如果追溯到1967年的時候 澳洲已經通過全國公開投票修改憲法 開始將原住居民納入人口普查的數據 而2017年 約有250名原住居民 聚集在澳洲中部的神聖巨石地標烏魯魯 發表了烏魯魯宣言 呼籲將原住民之聲 納入憲法之中 有好幾百位的原住民的長老 和社區領袖 都進行了全國性的對話 並且最終在位於澳洲中部的烏魯魯 舉行了一次憲法大會 而大會的成果就是烏魯魯宣言 這份長達四百多個字的書言 蓋上了原住民認為需要改變的內容 並且提出了三項要求 就是聲音、條約和真相 這個聲音所指的 就是憲法中次立的原住民之聲 承認澳洲的原住民 而當時的保守黨政府 拒絕了這個呼籲 直到2022年 工黨安東尼 即Antony擔任了澳洲總理之後 再次表示 澳洲人將會在全國公投之中表達意見 決定議會之中 即是我們的parliament 認不應該將原住民的聲音納入 第三個關於這個選舉好主要的問題 就是yes or no 究竟代表什麼呢 投了no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最普遍的原因是他們認為這樣會為原住民 帶來太多參與的意見自由 他們部分也認為原住民是不應該有議會的一個專門渠道的 有部分朋友認為不知道這次投 yes 究竟是會帶來什麼影響的 因為我們暫時還不知道原住民 是會有多少議席在這個parliament 也有什麼可以參與的 對於我們澳洲社會來說 這是一個anone 但支持者即投 yes 的朋友 他們覺得這項的方案 可以令原住民獲得憲法成員 也可以對政府的政策有發言權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妥協方案 他們認為原住民的聲音都是不容忽視的 可能到最後大家也很關心我的問題 就是這個議題要多少條才能通過呢 在澳洲是需要全民投票或全民公決 才可以改變澳洲憲法的唯一方法 這意味著通過一項公投 需要雙重多數 即是英文叫double majority 即是全國大多數選民的同意 大多數州 即是六個州之中有四個州 大多數選民同意才能通過 而北領地和首都領地的票數 只是計入全國總票數 自從1901年成立聯邦政府以來 澳洲一共舉行了19次全民公投 提出了44項修改憲法的提案 最終只有8項可以獲得同意修改 目前根據Roy Morgan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 46%的澳洲人是會投反對票的 而只有37%的人是會準備投yes的 另外17%的人是未決定怎樣投票的 根據澳洲以往的公投 未決定的選民很大機會最終會投反對票 而令到這個議題不能通過的 我們現在來個總結 其實對於很多生活在澳洲的人來說 這個yes or no的全民投票 並不是單單的一項法例修改政治表決 它更加是一個國家的頸 影響了澳洲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是一個探討身份權益和正義的機會 它呼籲我們在網絡的生活中停下來 深入地思考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和文化的認同 所以無論最終的結果是yes或no也好 這個公投也可以說是成功激發了澳洲人的對話和反思 它提醒我們改變是需要勇氣 在我們澳洲這個地方 永遠都會有新的故事在片直近的 會有更多人對公平和和諧的社會 有更多的期待和盼望 好了我們今集的視頻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覺得我這條影片有用的話 歡迎大家分享這條影片出去 留言和訂閱我這個頻道 還未按小鈴鐺的朋友 記得按小鈴鐺 我們會密切關於澳洲的生活議題 我是澳洲Alison老師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愛你 這個部分 是呀 是嗎 你的 體驗 是嗎 已經